我之前有一位很好很好的朋友 然後他在跟我一起運動的時候 就是突然主動賣玻璃然後他去世 那時候就覺得說 時間是很寶貴的 然後愛要及時 這在家人上面當然是更重要 所以我覺得需要去 無時無刻地都去表達對家人的愛 我從小媽媽就很喜歡跟我講說 很愛你啊什麼 然後也會叫我也要講 所以我算是從小就是有那個習慣 可能出門前然後說媽我愛你 然後抱一下然後就出門這樣子 差不多高一高二的時候 就是會覺得這麼很肉麻 然後我都長大了幹嘛這樣子 高三之後就突然有一個想法上的轉變嘛 對然後就覺得 還是要趁著 就可以多表達愛意的時候 就是多去表達 因為我之前有一位很好很好的朋友 然後他在跟我一起運動的時候 就是突然主動賣玻璃然後他去世 因為我跟他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然後就那時候就覺得說 時間是很寶貴的 然後愛要及時 就是就算是朋友的 愛也是一樣的 這在家人上面當然是更重要 所以我覺得需要去 無時無刻地都去表達對家人的愛意 我算比較觀察比較細微的人 一直感覺嗎 我哪有怪怪的 然後就去 試圖地問一下 然後但 我媽媽也都不是不會講那種人 就是他會就跟我講說 喔對啊就是最近發生了什麼事情 然後 他的 可能心情上受到影響 我都是以聆聽居多 然後他一件事情可以重複很多次 所以我都會 可能就坐在那邊聽 可以聽個一兩個小時 因為他很喜歡看 看劇嗎 對 然後我就會 我會陪他一起看 他只要 因為他是一個看劇 會非常 進入到那個劇情狀況的人 所以他可能一個 看到一個壞人要 做什麼樣的事情的時候 他就會開始一直罵 他之前都看那種 懸疑推理比較多 現在好像 也是 就是 就會有很多那種什麼殺人犯 怎麼樣 然後就很壞 然後他就一直罵 然後就 陪著他一起罵 他一直都給我很 正向的能量 就是他 他一直都是鼓勵我 他都會說 其他人不懂啦 我懂就好了 這樣子 然後就覺得 這句話很溫暖 畢竟自己的 一切 其實 不論個性也好 然後 行為嗎 我都覺得是 媽媽一手 帶大的 然後 所有的 煙心舉止 其實都是他教我的 對 所以只有他最懂我 所以我覺得很 溫暖 對 然後 也 更有 往下繼續拼的動力 在 選招節目的過程中 媽媽已經都是你的 重視粉絲嗎 對 不同出道後 因為後來 你沒有跟著他們一起出道 你是選擇不同的 方向 那媽媽在這步驟中 會覺得 你有點可惜嗎 他原本覺得可惜 對 但他之後覺得 自己一個好像也沒有什麼不好 就是 你可以做更多其他的事情 就是 不會被 局限住 對 所以他後面就是反而想說 這樣也是個不錯的選擇啦 那時候其實還好 因為 那段時間比較忙 所以就是 每天都是很忙碌的生活 所以其實是 沒有什麼時間去想其他的事情 那段期間喔 他其實反而在一直開導我 他可能以為 就是我沒有跟著他們一起出道 會很難過 對 然後但我其實還好 他就 也是每天三不五時就在問說 你心情真的還好嗎 然後 有沒有什麼哪裡 有問題也可以跟我講 然後 就一直在關心我 然後他就會 還特別密我朋友說 傳訊息給我朋友說就是 如果 可以隨時照顧一下 我的情況 然後有什麼任何情況的話 可以跟他 講 這樣子 那會去 等他媽媽 等他孩子嗎 那我等他 對對對 因為 知道他很辛苦 所以 不會再給他額外的 心理負擔 盡量都順著他 孝順他 我覺得 一定是 先賺錢 對 然後 因為自己 畢竟也要有能力 才會 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去做 然後可以去 協助家底 然後照顧媽媽 這樣子 對 然後 我們就是多花時間陪他吧 我們家之前是移民在中南美洲的 對 然後他 很久沒回去了 就他 之前也有說 就是很想 回去那邊 就可能 休息啊 放鬆玩一下 這樣也好 然後 我就 我一直在記這件事情 就是 可能 等我 大學畢業 然後 找一個時間 就可能 帶他一起 就可能回去那邊 放鬆 哈囉大家好 我是金雲 第三屆旺旺孝青獎開始囉 大家可以透過 詞曲創作 跟短影音 來表達對父母的愛 歡迎大家 踴躍參與 請 離奇怪老輩 最愛最愛的寶貝 有一種關心 默默的差異 全心守護你